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很专注的 对于很多事情运筹帷幄 陈墨群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 但是林安生恰恰是他自己挑选出来的 所以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你不做好绝杀对方的准备 就是留给对方反杀你的节目 姓名和年龄 周末群 三十七岁 职业 职位 国民党复兴所上来区的战争 你有信任的人吗 没有 你会怀疑自己 从 你有没有动摇过你的信息 没有 你想不想重新选择 战长 三十五了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是 其实在故事的前半程 陈墨群是一个主控者 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很专注的 对于很多事情运筹帷幄 他的沉稳 他的冷静 他骨子里的这种骄傲 因为他自己的能力和做出的成绩 他可以去俯视别人 他只相信自己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细节和特点 都成就了这个角色 其实在某一个篇章里面 他是有魅力的 我不相信他会永远进我 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 有所动摇 我会亲手处决 陈墨群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 但是林安生恰恰是 他自己挑选出来的 所以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林安生 上海不同于你的特军班 你不做好绝杀对方的准备 就是留给对方反杀你的机会 他是有良知的 但是他看到国民党人 有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择手段 这个是他不能认同的 他还是个孩子 首先他是个敌人 看到了吗 你敢看命我就先毙了你 你就不怕我吗 我告诉你 你不说出谢敏元 我现在就开枪 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 你被我当场击毙 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我觉得林安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 也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他心里始终怀着的 都是这种爱国的情操 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 他们犯了什么罪 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 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因为他被他自己的 国民党的内部的人给涉及陷害了 走投无路 没有办法 为了苟且偷生来投靠日本人 在林安生的眼里 他绝对不能接受 一直确信是不会叛变的一个老师 最终你投靠了日本人 所以他一直在要一个答案 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海战 到了后来陈墨群他要逃走 那个时候这个人变得非常的狼狈 看到这个人物的一路 从高到低的这个走向和轨迹 那么他这种角色在最后 很难在他的人生轨迹上 得到一种信仰的生活 所以他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君主 我回不去了 我没有演过这个年代的戏 特殊大时代背景下的戏 我是没有演过的 还有就是我没有演过谍战剧 所以有这两个标签在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 虽然我们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年代 你演了这样的这种作品 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进化 可能也是一种提高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以前我没得选择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就可以拿手 一点 再说 趁虽然我们再练 Прек菩 ի рак